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 我是公子沈 习近平已经正式的展开访美之旅 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在我们节目中会被cover到 等到他正式的见到拜登之后 我们会做非常详尽的分析 但是在此之前呢 就是他还没有到呢 他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准备到美国 这件事情还没有正式的发生 美国旧金山的低端人口就已经被清除了 怎么回事呢 在习近平到访美国之前 为了去迎合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各国元首 旧金山政府实际上是加州政府 对旧金山市中心的一些人进行了清除 很多的流浪汉都被清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照片 在旧金山的市中心的很多地区 流浪汉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是一个老大男问题 很多人就在街头步道上边去立起帐篷 在这里吃喝拉撒 现在好了 因为APAC会议 特别是因为习近平的到访 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清走了 这件事情也上了很多媒体的头条 别忘了 就在这个月月初 加州州长还访问了中国 非常高调的见到了习近平 看来他见习近平是为了取经去了 学习中国怎么清除低端人口 回去之后 照猫画虎 果然旧金山的街道一下干净很多 我看到网上还有人说 你们不要阴谋论 这事跟习近平到访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 加州州长亲自打了他们的脸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他明确的表示 事实就是事实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就是因为APAC会议要召开 有很多的领导人来 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是习近平 但是说为了迎接这些人 我们确实做了这些清除的工作 问题是你如果想清除的话 你早怎么不清除 外国领导人来了 习近平来了 你就要清除 你该做的事情不做 然后等着外国人来了 然后你为了展示旧金山的风貌 怕这些流浪汉引起这些外国领导人的反感 结果你开始清除低端人口了 如果是一小国家来美国访问 没人care 加州州长也不会care 但是问题是习近平要来 习近平是刚刚跟他见外面 高调的欢迎这加州州长 在中国受到了非常大的礼遇 当然要加以回报了 对吧 你在中国走了红地台 那么习近平来 你怎么能够不给他铺红地台呢 那在这我多说几句 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人说 没有流浪汉 中国的人均GDP 中国的人均收入 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 跟发达国家差得很远很远 可是在中国的城市 你见到流浪汉的几率 要比在美国城市 在西方的城市要少得多 为什么 那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 那就是很明显 因为中国不是个自由国家 它不是个自由的开放社会 所以说这些流浪汉 它没有到处流浪的自由 OK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 因为在中国 你在一些特别热门景点 或者人流比较多的地方 像城管公安 他们的人数都能超过流浪汉 对吧 各个地方政府 使出浑身泄触 保证在自己管辖的区域 没有流浪汉出现 因为这是直接跟他的政绩相关的 所以他们就会侵犯这些人的 这个人权 把他们赶走 或者是把他们收容 中国有些也有收容制度 跟西方一样 也有些收容制度 当然这种收容制度 实在是就不是真正的对他们有什么关照了 基本上就给他们安一个地儿 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会把他们遣送原籍 给他们买火车票 给他们送回去 你上了火车 你想下火车也没那么容易了 反正这火车票随便出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去割韭菜 有的是钱 对吧 反正是纳税人的钱 纳税人的钱 你怎么花都可以 因为中国的纳税人 是没有任何权利去问询 去质疑的 也没有权利去阻止政府去花他们税金 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政府有钱 不惜成本可以把他们给遣送原籍 当然也可以把他们送到收容所里边 但是到了收容所 政府会那么好心花钱养着你们吗 对吧 所以肯定是他们吃不好 穿不好 住也住不好 那跟欧洲的国家 跟这些高福利制度国家比起来 就差很远了 在中国经常会出现收容所里边 出现一些恶性的事件 有人说这是被无害化处理了 确实在收容所里边 死亡率其实是很高的 当然这些信息 只能看到一些事件 但是到底规模有多大 范围有多广 这些死亡事件 我们不知道 政府也不会告诉你们 而且你想象不到 中国的当地政府 为了去赶走这些流浪汉 使出什么样的损招 把他们的棉衣给抢走 冬天到了 你没有棉衣 你怎么能睡到大街上呢 对吧 你会冻死吗 所以说他们就没法在大街上睡觉了 曾经新浪网就做过一篇报道 叫做世荣世贸岂能凌驾生命之上 说中国各地 包括北京 长沙 都接连出现城管抢夺流浪人员 棉衣的这种消息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还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 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 中国的这些基础设施 是非常不人性化的 这些流浪汉在大街上 是很难持续生存的 但是在西方国家 就很容易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援助 教堂每周会发这个救济 你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 很多的免费的食物 生活用品 然后你上厕所 你可以随便走进一个餐厅 一个外堂牢 你可以上厕所 对吧 就是他有很多的渠道 可以让他维持 在大街上生存的 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但在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说 这些服务设施 都非常不人性化 都非常难以 让他们去享受到 所以导致了 在大街上生存 是很艰难的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西方的城市 的这个街头流浪汉很多 过夜的流浪汉很多 但是中国很少 但是 现在其实 在最近这几年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 你到了晚上 去看一些什么市民广场 那些天桥底下 这种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就是即使条件 如此之恶劣 他们还是走投无路 不愿意花那几十块钱 住那些连租房 还是宁愿在桥底下 忍受一晚 这样的人 在中国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 中国没有流浪汉 或者流浪汉很少 穷人很少 这是一个假象 不要被这个骗了 而且也是临时的 它是用强制力的手段 之前的北京市长蔡奇 不是在北京清除低端人口吗 哪怕你住在自己的 闲租屋里边 你没有当流浪汉 都把你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强制力的手段 把他们赶走 但是这些人没有消失 虽然你可以对他们 进行部分的肉体消灭 但是这种人越来越多 穷人越来越多 底层人民 越来越难以维持 他的生计 随着经济的下行 所以说你是斩不尽 杀不绝的 而且他们只能在大城市 还能混口饭吃 你回了农村更惨 而且再加上 别忘了 中国还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户口制度 如果你户口在安徽的农村 然后你跑到上海来工作 你还怎么办 你孩子都没有上学的权利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从政府的手段 到民间组织 慈善组织的缺失 当然也包括 一点文化的影响 东方文化 比较看不起这种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 比如说我们看日本 日本也有很多穷人 那怎么就见不着流浪汉 很少见 日本也是个自由社会 政府也是民主政府 为什么就很少出现 除了经济跟福利制度 比较好以外 还有一个不能缺失的 就是文化因素 日本人会有这种耻辱感 有种耻辱文化 觉得说这件事情 被人看不起 所以宁安在家里挨饿 他也不会到街上去乞讨 所以这里边也有这个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底层劳动力 过去有地方去 就是去一些卖资的工厂 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 这样的话就杜绝了很多的流浪汉 但是随着今天经济越来越差 甚至未来地方政府 入不敷出 出现财政危机 相信在中国各个城市 这种流浪汉 这种无家可归者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好 接下来 美国都这样客气了 中国方面也不能没有表示 但是我们看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 说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 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 地球融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汇聚中美交流合作的正能量 这一下子 现在中国的形势变了 我之前专门讲过 现在连反美的情绪都比过去要小很多了 现在日本是投靠敌人了 美国现在又是友好的对象了 甚至中国电视台已经开始播放 黄河之恋这样的老电影了 美国大兵和中国女兵的爱情故事 然后本来是在13号要播出的一个 抗美援朝的电视剧 叫做上甘岭 结果被紧急叫停 本来是准备11月1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改成了另外一个电视剧 网上有人就说了 为什么上甘岭不播放了呢 就是因为中美领导人要会晤 要营造双方互信和诚意的交流环境 你看中国什么事情都是跟政治有关的 哪怕是电视台播放一个电影 它都要反映出现在的一个政治气氛 所以说反美也是他 亲门也是他 随时在翻手为云 副手为与中国这些爱国粉红们 被耍的一愣一愣的 但是不管习近平是对付自己人 还是对付美国的流量人口 最后都会胡头说尾 旧金山的这些流量人口 早晚还会回来 当习近平离开之后 旧金山政府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回来 同样的中国 一切都在不断的恶化中 那么具体这一次双方的会见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含义 会对两国关系和未来的全球局势有什么影响 这也是未来我们做节目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么下期节目 当他们正式会面之后 我会做非常详尽的解读 敬请大家期待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随时关注公子视频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按下期再见 订阅这个频道